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是泰克老師 今天做了一個新的工人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知道我們原來的網站 在這邊有一個所謂的 返回頁頂按下去 他是不是就跑到頁的頂端裡面去了 這邊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有所謂的參數在這邊 泰克老師解決了這項問題 我們到我們新的頂端這邊來看 我們一樣重整一下 那我們給他移動 你看我們右下角這邊有返回頁頂的 已經出現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返回頁頂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網址 都還是一樣 是沒有參數的 今天增加了一個另外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我們在快捷選在這邊 我們有所謂的返回頁頂 那我們還有一個返回頁頂 就是有些網頁他太長了 他太長了 所以我們需要返回頁頂 那這是返回頁頂 那不管是返回頁頂 或是返回頁頂 那我們在這個網址頂上 是沒有參數的 大家有看到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克服的問題 我們把他所謂的返回頁頂 還有返回頁頂 全部都做出來了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謝謝